伤识中 一些配角也是有心机的 毕竟人在宫里 哪里能不会宫斗呢 郭贵妃 明朝开国功臣郭英的孙女 郭明迪长女 明人宗朱高池当太子时的侧妃 等期后封为贵妃 是非常得朱高池宠爱的一位宠妃 为明人宗当玉三子级公主 这样的出身及资历 暗说可以荣华富贵一样天年 然而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明人宗驾崩后 国贵妃殉葬 明宣宗追侍树母国贵妃为公宿贵妃 这个被逼 很可能是被当初的张皇后 后来的张太后逼迫的 或者 就是朱高池或朱瞻击下的旨意了 剧中 国贵妃很有心计的 在自己的兄弟受到比皇后兄弟还高的封赏后 国贵妃明白自己高兴别人不高兴 于是嘱托家人和身边人更加谨言慎行 剧中 她几次陷害皇后 但是因为男主都没有成功 当下剧情里国贵妃失败被皇帝咽弃 但是按照剧情 梦尚时拉她入伙 后期她肯定还会出来争宠的 不知道到时候 是不是又要干出更加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如果太过分了 被刺死或者被逼无奈自裁了也是正常的 第二个聪明的女配嫔妃是朱瞻基的妃子 无事 当下的吴才人 以后的吴贤妃 朱瞻基的母亲病重 吴才人在静殿的必经之路跪地请安 等到见过了朱瞻基 就回去了 她只是想把自己的心意表现给皇后和太子看看 看到了 就回去了 侍女问她为什么不继续 她说宫里的宠爱多不得也少不得 不多不少与我足以 看着朱瞻基的随从扛着一个会动的麻袋镜殿 她也很明白不问 不好奇 不说 这样贴心懂事又聪明的杰宇花 也难怪能进玄宗玉前 后来 她为朱瞻基生下了朱祁玉 朱瞻基一生只有两个儿子 可见吴氏还是得朱瞻基喜爱的 后来 朱祁镇被俘虏 朱祁玉登基为帝 吴氏被尊封为皇太后 只可惜 后来朱祁镇复辟 吴氏的太后之位也被朱祁镇飞出了 直到南明洪光帝即位后 于崇祯十七年十月 才重新为吴氏尊世效益 温慧书审慈人筐天心圣皇太后 不得不说 后宫的女人即使看起来在尊贵美丽 但是对于皇宫真正的掌权者而言 不过是随意就可以折断的普流 一入侯门深四海 有女末嫁帝王家 所言不虚啊 好